近日,新称代人体组合青鸟飞鱼在北京举行了出道一周年表彰大会 众多好友纷纷赶来祝贺 作为同门师姐的周比畅一身朝人打扮,素面朝天 为两位帅哥站台,或许是现场气氛过于活跃 平日少言寡语的周比畅也忍不住要调侃他们一番 他们两个人都有在健身 但是那个虎虎看起来比七零要单薄一些 然后但是他现在也有在很积极的练胸肌 作为青鸟飞鱼的好友,大张伟也赶来表示祝贺 一向大嘴的他自然不会嘴下留情 一上台就拿两人开涮 虽然出道不久 但《青鸟飞鱼》已经在音乐、影视和主持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两人表示今后会继续努力给歌迷带来更多惊喜 谢谢大家